大家好,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va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学习的主题是用户事件 那用户事件是什么东西呢? 简而言之,事件是指用户跟程序之间的这样一个交互 那好,我们看一下上次课我们写的几个例子 比方说,接ButtonTest点击Java,运行一下看一下 这个图形界面呢,是一个红色底色的面板,然后有两个按钮 那目前呢,我们点击按钮1和点击按钮2,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反应 而事件是什么呢?事件就是我们希望用户点击按钮1的时候,程序会有一些反应 比方说,弹出一个对话框之类的 那点击262呢,我们希望用另外一个反应 好,那接下来,所谓的这种程序的反应就是事件 那事件呢,我们是可以把它分成这样几个部分的 事件呢,它是可以分成事件源 就是说到底发生事件的这样一个源头是什么 也就是发生事件的组件是谁 第二个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 第三个呢,是事件处理程序 事件处理程序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三个东西 这样的三个要素构成了程序加瓦程序上的一个事件 事件呢,其实就是用户与程序之间的一个交互 比方说,现在我希望点击按钮1就弹出一个对话框 那点击按钮1弹出一个对话框 点击按钮1,也就是按钮1这个对象就成为事件源 那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 其实是一个按钮点击的事件 那点击按钮之后呢 我们希望处理事件处理程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反应呢 这个事件处理程序就是弹出一个对话框 好,现在我们按照用户事件的这三个组成部分 来完成整个事件的一个处理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 事件源我认为是B1 那么B1这个事件源就应该去注册监听 ADD Action Listener ADD Action Listener 至于这个参数呢,是什么呢 参数应该是Action Listener的这样一个实现之类 那Action Listener是一个接口 注意是一个接口 那这个接口呢 是抽象的 那么它必须有一个实现类 比方说我说接Button Text Implements 一个Action Listener接口 现在我导入这个包 导入了Action Listener之后它还会报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类实现了Action Listener接口 就要去重写这个接口中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是Action Perform的方法 这个方法我们也把它叫做事件处理程序 事件处理程序 好的 那接下来这个参数我写的是什么呢? ADD Action Listener 这句话我们把它叫做注册监听 注册监听 注册谁呢? 注册按钮B1 将按钮B1注册为Z对象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是谁呢? 是JButton Test的对象 而这个JButton Test呢 又是Action Listener的这样一个类类 好 我注册监听给我自己 那我自己也提供了一个事件处理程序 这个事件处理程序应该是什么反应呢? 应该是弹出一个对话框 弹出对话框的语句呢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写 它也是图形用户界面的一个功能 我们把这个组件叫做JOptionPanel JOptionPanel类 JOptionPanel类呢 在JavaX.SwingBall里面 它有一个方法叫做 它有一个方法叫做 Show Message Dialogue Show Message Dialogue 好,我给它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Component组件 第二个参数则是一个消息 好,消息的话呢 是你点击了按钮1 好,你点击了按钮1 好的 好,那到这里为止哈 我们这个事件的一个案例代码就已经写完了 好,运行一下看看 好,运行出来的话 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界面 两个按钮 但是呢 当我点击按钮1的时候 就弹出了一个消息框 你点击了按钮1 好,我只要点击按钮1 就会弹这样一个对话框 这个呢 就是我们完成的第一个事件程序 那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 这个用户事件是什么呢 是我点击按钮1 就要触发一个对话框的弹出 那所谓的用户事件呢 是由事件源 事件和事件处理程序三部分组成 其中事件源是触发事件的那个页面组件 那我们这里触发事件的页面组件 就是按钮1 也就是B1 那它要注册监听 通过add action listener方法注册监听 注册监听给谁呢 注册监听给action listener的一个子类对象 因为现在我自己声明的是 接button test类 实现了这样一个action listener 所以我注册给了我自己 一旦注册监听之后 当我点击button1的时候 这是之前的运行一下 当我点击button1的时候 就会自动去调用事件处理程序方法 action perform的 这个方法里面只有一句话 就是弹出一个对话框 joption panel.show message dialog 第一个参数是this 是代表这个对话框 弹出在我自己之上 因为我自己继承了jfram 所以就是在这个窗口之上 弹出对话框 对话框的信息就是 你点击了按钮1 好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写的第一个用户事件处理程序 那这个事件类型呢 是action event action event动作事件 动作事件的事件源是按流 好 一旦触发动作事件之后 就会自动调用注册监听的 action listener的子类对象 他的action perform方法 来处理整个事件 这个就是事件处理程序 好 这就是我们完成的第一个用户事件 同学们学会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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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